西方制裁俄罗斯加重了经济力道 连瑞士都放弃中立 要冻结俄罗斯的资产 甚至包含台积电在内的全球晶片业者 也已经停止向俄罗斯来出货了 还有哪一些的战争受贿股 有机会逆势而起呢 林汉伟分析师告诉你 请锁定今天的股市和草店 股市和草店标股在里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施伟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 元宇宙王子林汉伟分析师 老师你好 施伟好大家好 老师今天台股算是非常的强 那我有看到其中一个很有趣的是 好久不见的台阳跟建汉居然涨停板了 我在想说这个是跟 马斯克有关 所以是跟乌克兰顶空的新链计划有关系 所以目前当然这个马斯克 援助了这个乌克兰相当多的 一个新链计划基地台 所以我觉得它博得善民之外 对股价也有非常强的一个帮助 所以特斯坦股价已经大涨 但台湾相关的新链计划概念股 也同步在做一个转强的动作 老师会涨一天还涨两天 还涨很久 目前来看如果说旧消息来看 我记得只看到1400个 所谓的一个微型的发射器 所以那个对订单来讲 我觉得应该是只是短箱的题材 那后续有没有再更往上就看 乌克兰会不会跟马斯克再要更多的订单 如果有的话也许要有机会 这是我觉得今天台股当中最有趣的一个地方 因为好久不见的台阳跟建汉居然涨停板了 也是跟乌克兰战争有关 好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主题的部分 要来告诉大家了 美股强谈今天台股也百花其棒 尤其是航运钢铁还有电子表现的都非常的棒 是不是代表春天真的跟着三月来了呢 还有在乌克兰战争的怡云跟经济制裁之下 这四档逆势而起的战争受贿股 请你不要错过 林汉伟分析师独家告诉你 好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表现真的是很强劲 今天台股是开高走高 而在盘中包含的像是联电 还有股王系力KY 千金股表现的都很不错 还有像是IP股 智元涨停板 世新KY 今天也是大涨的 以及货柜的杨明 万海 长荣今天都有很不错的好表现 再加上钢铁的助攻之下 今天台股最终大涨了246点 而成交量则是来到了3579亿 比上个礼拜五略为缩小一点点 涨幅是1.39% 那今天台股的加群指数是大涨的 另外看到贵买指数涨幅更大了 来到1.67% 但一样都呈现了价涨量缩的格局 今天贵买的指数成交量只有557亿 好看到这边要来请教一下汉伟老师了 老师今天台股这样子大谈了200多点 算不算是代表说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其实不会对于台股造成影响的呢 你怎么看待 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 你说俄乌的战事完全没有影响 我觉得言之过早了 毕竟在这个俄罗斯的部分的话 也没有完全乌克兰做一个撤军的动作 俄乌之间的和谈 目前看起来还有第二次和谈 第三次和谈 所以这个应该是歹系脱棚 所以短上来看的话 这种消息面还是会干扰到股市的一个反弹力道 但重点会在于说 到底现阶段我们只要去判断 会不会更恶化下去就好 也就是说会不会变成所谓的俄乌的全面开打之后 又扩散到欧洲其他地区 目前来看我觉得机会是比较偏效的 那再来就是说 欧美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 会不会有更大的一个力道 目前来看我觉得 其实已经初步达到他们的一个满足点了 所以可能我觉得再坏的消息 应该都不会比上礼拜来的更坏 所以看到股价的表现 台股在今天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向上的一个反弹 而且在全球股市的部分 不管在美股啊 日本股市啊 韩国股市啊 其实都纷纷越过了上个礼拜四大跌的一个高点 因为上个礼拜四 我们要这样推算回去是 台股那根大黑K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再提醒一下我们 就是那时候真的俄罗斯正式宣布要进军到乌克兰 也就是正式 意义上来看的话就正式宣布开打 所以这个消息就让大家惊慌到把股票乱杀一通 那目前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到 经过了六天好像这个俄罗斯的战事 实际上来看啊 那个所谓的全面开火的范围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强 所以看起来股市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反弹 那反弹到这个位阶点 当然大家就会问说 那会不会春天来了 行情会不会就直接 B型反转往上创高 有机会吗 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先停看听 第一个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提到了嘛 国际的消息还没有马上就厘清说 后面都不会有利空了 所以目前我觉得消息面还是比较混乱的 第二部分当然在于说 目前全球对俄乌之间的一个所谓经济的制裁 其实我觉得影响到未来的一个通膨的一个发展 所以可能也代表说其实未来变数还是非常的多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大家就先去观察一下 最少最少我们最低要求就是 今天的应该上个礼拜的盘通低点 不要再被跌破 那我们就可以确定底部的一个位阶在哪 也就是我们底部的位置你可以看到 这三天这三根所谓的K棒 他们其实成交的多少 1.2兆的成交量 是耶是耶 大概就是4000亿上下 对每天平均 一天4400亿 一天4000亿 今天是3600亿 所以赚起来平均一天大概4000亿 所以代表有人在卖的时候 同时有人在买 那外资在大卖的时候 国内有非常多的法人 寿险基金 四大基金 八大长老 都经常去做一个低阶的动作 所以以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 我觉得最少我们大家可以确定说 上个礼拜低点应该是短期之内的底部 底部不被跌破 代表这个恶物的事件 并没有恶化的一个疑虑 那我们确定底部之后的话 当然就要去看一下 那上档有多少的一个空间 OK 对那目前来看的话 但第一个大家可以发现到 大盘我们之前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过 从18619到前坡的低点 就是到2月底 我们农历封关前 那叫A坡的下沙 然后农历封关完之后 变盘往上到谈到18300点 那叫B坡的反弹 那现在来到西坡的一个下沙 西坡下沙来看的话 我觉得到上个礼拜为止 应该这个低点大概是确立了 所以现在AB西坡走完之后 后面应该会有比较向上的反弹行情 但反弹力道就要观察一下 上次的B坡高点 18250点到18300点 那边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反压区 那就短线上来看的话 你也可以看到那条蓝色的线 跟那条所谓的橘色线 它在18000点 月线跟季线交叉在18000左右 对那边出现了一个死亡交叉 所以中线架构稍微有点转弱 也代表说短线上来看 这个礼拜最好指数要占到18000点以上 那代表整个所谓的一个转弱的格局 大概会慢慢变成一个盘整区间的格局 所以这区间大家就可以简单去抓一下 你就把半年线跟18300 这个区间我觉得大家在现阶段来看的话 应该维持在相信整理的区间 OK好 以上是老师精彩的解析 不过当然呢 因为老师对于这个电子股研究太深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问一下 因为有贵买指数呢 今天呢其实涨幅不小来到1.67% 那电子股今天其实算是还蛮普遍开花 个股表现蛮强的 我刚还少讲了一个就是因为比特币的关系呢 今天很多的挖矿股表现得也都很好 老师电子股当中 你有没有看好哪一些族群 接下来有不错表现空间 我觉得电子股但这波段真的跌得相当的深啊 所以很多不管是题材股业绩股 其实都出现比较明显转弱发展 那当然盘面上有什么ABF啊 三二族群啊 都是还有在细制财的部分 在近期都是维持一个创高的情况 但很多像什么NFT的游戏股啊 元宇宙的股票啊 今天什么辣椒华裕 Oh my God 全部都给我涨平板 对然后像什么滴轨卫星啊 或者说之前的电动车题材 全部都在反弹 所以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方式啊 就是说你看贵买指数的部分 今天218点时间 月线在218.23 代表贵买指数又占到月线的关卡 所以这些相关的族群 你可以把当中的指标股拿出来看 如果他们的目前的股价位阶 还在月线以下的话 代表他比中小型股都来的弱 那这个题材可能就不是 短线上市场的一个主流 他比较疲累累一点 对有可能他就是一个弱势的跌身反财 但如果说你看到这些题材股 比方看NFT的题材 看到低轨卫星的题材 看到所谓相关的一些 中小型的电子股的题材 他们的指标股如果站到月线之上 是说慢慢往基线去靠拢的话 代表他比中小型股来更强 那也许在接下来 就是这些中小型股领涨的主流 好的今天的贵买指数收复了月线 而且站上去一点点而已 赶快看一下你手中的个股呢 是否也已经站在月线之上了 显得相对的强势 接下来看到三大盘人买卖超 上个礼拜呢 外资大卖连卖了五天之后呢 这礼拜他终于回心转意了 今天呢外资买超63亿 老师外资有没有持续买超 会不会是很重要 本周观察的一个重点 对因为外资在上礼拜 真的卖的太多了 超夸张 而且大卖台股 还在台币做一个大量的汇出 所以代表其实他应该在担心说 除了恶务之间 可能在整个地缘政治 还有一些新的一个变数 那我觉得重点会在说 这个礼拜如果外资资金回补 搭配上说台币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转身的格局的话 也许外资就有回补超 那连带到指数的部分 会有不错的表现 OK好 另外呢投信也是连市的买超了 投信呢已经是连19买了 买超呢幅度是37亿 合计总够买超151亿 外资呢买了中信金 长荣 联电 大同跟华兴 今天都大涨 麦子是卖星光金 台积电 大成钢 华航跟星星 投信呢买了中钢 哦中钢是今天的指标股哦 还有中红 长荣 大成钢跟永丰金 麦子是卖了伟创 富彩 台表科 南方 以及东和钢铁 以上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接下来老师要来告诉你 这四档逆势而起的战争受惠股 请你千万不要错过 林汉伟分析师等会回来跟你分享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请上网搜寻股市热炒店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哪些股票会涨 哪些股票会跌 独家标股在哪里 股市热炒店告诉你 来看到今天的主题要来告诉大家的是 在乌二战争以及经济制裁的夹击之下呢 有四档逆势而起的战争受惠股 林汉伟分析师要来独家跟你分享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老师有请乌二战士有六种商品最具长势了 对因为我们讲说刚刚前面提到了嘛 你说俄乌之间什么时候撤军 什么时候不打 我觉得真的没有人说的准啊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说 全球目前就把这个俄罗斯化开 就是说把它排挤到门外了 所以对俄罗斯来讲 有非常多的制裁手段 不然是经济的制裁 商品的制裁 当中也会带动到一些 非常重要的原物料价格 我觉得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飙涨 就帮大家整理了到底有哪六种商品在接下来的一个 金融制裁的过程里面 他们都有持续上涨的空间 第一个在所谓的铝 因为俄罗斯占全球铝的供应量占了6% 所以目前来看就是说 打仗的部分很多的工厂应该会面临到停工的一个压力 所以铝价在近期不断往例子 要做个挑战 而且不要忘记了 目前全球的能源价格也非常的高 铝又是非常耗能的一个产业 是哦 对所以过去在天然气价格很高的时候 原本欧洲很多练铝的大厂就已经停工了 因为他们就觉得练的铝不如这个卖的店 还要来贵嘛 对所以来看的话 目前我觉得整体上铝的一个涨势应该还蛮明确的 那再来就是原油部分 大家可以发现到 从上个礼拜开打以来 油价不断飙高 90美元 95美元 100美元 所以很简单去看 如果俄乌的一个情势非常紧张的话 但我觉得油价还是有持续攀高的空间 第三个就再来说 俄罗斯是全球天然气的一个产量大国嘛 所以目前来看 如果说欧美都制裁俄罗斯的话 那俄罗斯一定会说 那我就不卖天然气给你了 我觉得欧洲人会冷死 我看到乌克兰的那个画面当中 还有飘雪 还有飘雪 天气很冷 其实欧洲天气还是冷的 所以那个天然气 对于欧洲的取暖非常的重要 像德国也很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 是的 所以这代表说 其实未来如果说真的这个冲突 还没有很快缓解的话 天然气价格 我觉得基本上来看 它还是维持一个多方轨道 续创高的几乎还是比较高的 那第四个部分在铜的一个产量 目前来看铜在整个俄罗斯 全球占比大概有3.5% 那在农产品部分 大家可以发现到 最近的农产品价格全面飙高 黄小玉的价格 甚至说连这个葵花籽油 中旅游大卖的价格纷纷往上创高 甚至连咖啡都听说在涨价了 对就你发现到什么东西都在涨 而且俄乌的战事 其实乌克兰是全球非常重要的农业大国 所以我觉得这都会影响到 接下来粮食的价格跟相关的报价 还有一些商品的一个商机 那最后看到了 就是说炮生一响黄金万娘 所以当这个所谓的一个战事 一旦开打的话 一些贵清楚的需求 也同步会往上带起来 所以黄金白银在这段时间里面 价格都先比较明显的一个飙升 而且俄罗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贵金属靶金的重要的一个供应商 靶金生产了非常多的半导体原料 所以目前来看半导体厂 就会有一些受惠 有一些是受害的 以上是这六种商品最具有掌势 下一页我们看到的是 老师要来告诉我们 铝价真的是创下历史新高了 对我们讲说 其实你做这些原物料股票 你就跟着这个所谓基本金属的价格 去做就好了 你看铝价不断在创高 那台湾有一些生产铝的公司 产业我觉得他就会有 直接受惠的一个带动 因为没有道理说上游价格在涨 那你下游没有办法跟着涨价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代表说 直接能够受惠到 俄乌之间冲突的一个报价 我觉得铝是一个当中 可以观察的指标 第二个部分在于天然气 刚刚提到了嘛 因为这个欧洲 非常仰赖俄罗斯的天然气 所以当俄罗斯跟欧洲翻脸之后 欧洲的天然气就出现 全面性的一个标高 目前的价格也是创下历史的新高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他在2021年天然气的价格 是20欧元 现在已经快到100欧元 涨了5倍 5倍 对 租租5倍 对所以你知道德国在12月份 他们公布出来的CPI数据里面 当中德国人的生活费 有三成以上都在支付天然气 跟电价的部分 所以你看他就是说 这个取暖的需求很高 他就排挤到其他物价的一个部分 讲到这个倒是我有朋友住在慕尼黑 他说呢他们买房子 一定要买有大片玻璃的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电费很贵 有大片玻璃 阳光进来 不用开灯 对还有不用开灯省电费 对我想起来这件事了 好下一页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中旅游 对因为刚刚提到了嘛 这个乌克兰是全球 非常大的葵花质的出口国 而且乌克兰当中 它的葵花质的产地 有大概三成是在乌东 两个独立的共和国 所以这两个共和国目前被战火所试虐 所以看起来这个葵花质 没有办法顺利的出货 甚至说可能会修根 所以就导致到说 葵花质油是全球的三大食用油之一 所以当你没办法吃葵花质油的时候 你就会去吃中旅游 所以中旅游的期货价格 就顺势也创下率的新高 一样从2000涨到快要8000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涨幅 那再往下来看 好就是黄金万两了 对黄金万两 整个金价大家我觉得可以当做一个观察指标 也就是说当市场还是非常担忧 二物之间它开打 地缘政治非常紧张的时候 黄金的需求就会推升它的一个价格走高 因为大家避险嘛 要逃难难民 或者说大家担心说 这个可能冲突会扩散 会导致整个黄金需求大幅度的暴增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就二月份整个全球股市跌翻了 但黄金的二月份的价格 大幅度的飙高 而且是挑战了紧见的关卡 也代表说如果这战事没有办法 很快平歇下来 可能金价都有机会 维持在相对高档 所以说有在创高的可能性 那相关的黄金概念股 我觉得最近的拉回 其实大家可以留意到拉回的一个买点 所以我们帮大家整理的 就是说这些相关具备涨势的商品 有哪些股票 我觉得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好的 相对应到台股 这一张很精华 请大家赶快把它存起来 老师一一的来帮我们讲一下 相关的概念股 对 那我们帮大家挑四档我们金权的股票 那我觉得直接相关的 比方说铝价大成钢 他有做铝板 在美国有相关的一个铝的工厂 所以铝价上涨他就受惠 那停薪的部分也是一样 我们帮大家讲 停薪他本身的一个题材 那油价部分的话 其实台湾当然有很多跟油相关的 什么上游的台数的话 我以为你会讲台数四宝 结果你讲的是布兰中原油正二 我去看了过去的一些表现 会发现到油价上涨 但台湾比较麻烦的是 我们台湾有物价平易机制 所以你看到这个中油啊台数的话 没有办法直接反映到油价的一个上涨 所以就代表他们反而跟这个油价上涨 我觉得他关联性没有很高 政府啦政府保护我们 保护我们单位民众好嘛 那再往下可以看到 以中下游一些所谓二线说话 或更往下的一些所谓说话的股票 他们其实就会变成说 油价在涨的时候 如果下游没办法涨价 他们可能又有所谓的一个 这个毛利往下滑的一个疑虑 所以发现到油价相关的股票 我觉得操作难度很高 所以直接推荐大家 你可以做类似这种原油的ETF 连结国外的原油商品 所以布兰特原油帧 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 那天然气的部分 但台湾也没有所谓的 天然气的受惠股票 政府已经说了 小英说了三月就叫动涨 天然气动涨 但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在于说 因为台湾人的联想力非常的强 所以像这两档 新熊跟新天然 你可能比较没有去注意到 他说台湾就生产 这种天然气的一个供应商 但国内的天然气不涨价 但去年10月份的时候 新熊跟新天然 像新熊最近涨了一波 新天然在去年10月份 也飙涨过一波 是因为天气冷吗 不是 是因为大家就觉得说 国外天然气涨价 台湾天然气要跟着涨价 所以股价没有动的时候 就有人去买它 股民自己涨 对自己认为它会涨 但我觉得就是一个 题材性的一个带动 所以大家哪一天动股价 我觉得他们都还没有动到 也许你可以去 小量的去试看看 真的一旦出现量滚量的时候 也许就有一波不错的一个空间 那铜价的部分 当然就留意到 像第一铜是收益比较深 另外电器电缆的滑芯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留意到 股价也在转强当中 那农产品收益股部分 我觉得就可以留意到一些农药 化肥 或说一些跟这个食品 什么鸡啊 蛋有关的 像我们待会跟大家介绍全宇森 那另外一张浦峰 大家就知道 它本身是台湾的蛋品 涨价的收益股 它是这个生产蛋的大厂 它有禽流感的一个题材 也有所谓的赐料的一个题材 但是问题都在于说 国内这个政府会有一些 政府的铁拳铁碗 让这个涨价空间有限 所以股价我觉得走势是 比较温吞一点 但我觉得长线是看好的 那归金属的部分刚刚提到了嘛 上个礼拜你看台股最热 标的大概就是加隆 对那最近这两天 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回档 但我们刚刚提到了 如果金价没有出现转弱之前 那他们股价回来 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个承接 如果你以避险的概念 避险的一个属性 去做个布局的话 我觉得这张股票都还可以留意下 低阶的一个买点 好OK 接下来老师要帮大家呢 精挑选的就是这四档呢 包含亭新 布兰特元油 正二 权宇生计KY跟威高 为什么是这四档呢 我们一档一档来看 首先现在看到的是亭新 也就是吕智平 吕智平 因为刚刚看到 吕家在创意率新高 所以你看吕家在走高的过程里面 亭新股价同步在走高 但你看到股价的位阶 真的我觉得是比较委屈啊 因为在国内整个台湾里面 你说吕家最直接收回股票 就只有亭新 因为大神刚 他是你唯一唯一一个 唯一一个 因为大神刚 他有不锈钢的部分 跟铝的部分 占他的营收战比 其实铝的比重 没有不锈钢来的高 所以大神刚股价 我觉得比较跟不锈钢 涅价走势有关 但铝如果单纯就铝的话 亭新他本身在营收里面 铝制品的战品到的七成以上 所以当铝价涨了 10% 20%以上 对他来讲 他本业的获利 我觉得有非常大的 一个想象空间 因为他去年的获利数字 已经创架近年的新高 所以以这样的状况来看的话 我觉得如果铝价一直往上走 他股价还在低档区 就有非常大的一个补涨空间 那下一档在刚刚提到 布兰特原油政二 我们可以看到 去年的国际的油价 大概60美元一桶 那现在已经100美元一桶 而且你看他从12月 就这样一路飙涨上来 涨不停 对这个ETF 你会觉得ETF好像就是 十之五位 弃之可惜嘛 但是你发现到 他从去年12月份的8块钱 到现在最高是17.15 这涨幅也快要一倍以上了 所以非常的可怕 也代表说 如果接下来整个 俄乌的冲突还是继续 国际油价要继续走高的话 这种追踪原油 而且是两倍杠杆的ETF 我觉得大家都还可以留意 但是因为现在真的位置比较高啦 所以你现在去追高 我觉得会有点风险 就不要玩得太大 好 那下一档我们看到的是呢 上次我们有介绍到的是 股市和炒地人的周末强势股 那时候我帮老师介绍了一下 终于精彩的故事 要让林汉伟老师自己来讲了 对这样我觉得就是台湾人 真的会非常会联想的一个标的啦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嘛 看到国际的这个葵花籽油 然后棕榈油都大涨 那除了三大食用油 是棕榈油 葵花籽油 还有一个叫做大豆的沙拉油嘛 所以台湾有做大豆的沙拉油 就是什么大同意啊 福寿啊 有涨吗有涨吗 没什么涨到 没什么涨到 因为国内的油价就刚刚提到嘛 它没有办法有一次反映到 国外的一个涨价幅度 所以这时候你说台湾的投资人 看到棕榈油涨价的时候 你要找什么样的股票 大家就找到这一档叫全宇生计 那全宇生计它做什么 它是国际的棕榈油 最大的一个出口国是马来西亚 那全宇生计做的是 马来西亚棕榈树的化肥 哦 对所以你当棕榈油价格大涨的时候 大家会广泛的去种植棕榈树 就会导致它的化肥的需求来的更多 所以它提供的是棕榈树的化肥 它还不是座油 它是间接的间接的间接 但是股价反而是表现非常的好 你看低档出量 今天是创了这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那当然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点 砍脱出品砍脱有点远啊 但是毕竟股价会涨是事实嘛 亮眼有出来啊 很多人在关注它 所以你看到中宇价格如果一直在创高的话 我觉得它题材没有改变之前 也许都还有机会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这种这个千金 千金带故隔太远的话 还是要留意到就是一旦出现爆量而不涨的时候 该跑还是要跑 好的今天这样 我们来看到下面是今天还好 今天还好吗 今天这样还好 对今天这样还好 就是说它虽然说有出现了一个黑K棒 但不是一个长黑K棒 目前整个均线还是一个多头排列 所以如果说在这几天 中油价格继续创力也新高 那股价它也越过今天的高点的话 我觉得都还有空间 那另外一档刚刚提到 就是说除了这些原物料股里面 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到记忆体这个区块 因为目前来看俄罗斯的一个把金 它其实是占全球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口比重 所以当这个把缺货的时候 导致很多记忆体 它本身它没有办法再生产一些新的一个部分 那代表说其实整个记忆体的报价 有可能会因为俄罗斯战事 而出现报价的一个上涨 所以这时候如果说一些下游的模组厂 它本身就已经有非常多的记忆体库存 他们就会享有这个利差的一个空间 就是说现在记忆体的价格很贵 那我之前买的价格很低 所以我现在随便卖都随便赚 所以这时候记忆体模组厂 我觉得大家可以特别的留意 那当中像微钢的部分 本来就是台湾的记忆体模组的一个大厂 而且它去年配股大概配了5块钱 以目前的一个股价位阶来看的话 值率还超过5%以上 所以代表说未来报价上涨 值率的题材 我觉得都是进可攻退可守标的 而且投信还在连买当中 应该都还有机会再往前摸高点做个挑战 好的以上是林汉伟分析师带给大家 这次有关于战争相关的一些受惠股了 希望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逆次思考的机会 我们也非常谢谢林汉伟分析师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接下来看到网友提问的部分 首先先来看到第一题 长容今天突破了去年8月以来的波段新高 来到150元 是不是要代表开始翻转了呢 好 老师请帮我们讲一下 但有人说是看准长容的配携 对 因为长容最近新闻传出来 就是说他本身可能在明年有所董监改权的行情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公司派为了巩固化股权 对股东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他可能会愿意 对员工已经很好嘛 40个月 对股东他可能会大方做配息的动作 所以配息出来之后 但我觉得股价以目前就算涨到150块 他可能值率都还高达大概是几个%以上 所以但我觉得有这样的期待性 让这个股价在最近的表现相当的强 那另外他还有一个题材在于说 因为全球在这个跑船的船员 据说有10个%是这个俄罗斯人 然后7个%是乌克兰人 所以他们都要回家去打仗了 可能跑船的船员会大幅度的缺了 他们连奥运金牌都下去打了 我的意思是说 遇到这种爱国性要表现的时候 人人真的都会站出来 对 但我觉得站在爱国部分 你不能说这个 他们把工作丢掉回去打仗是不对的事情 但他会直接去影响到 可能全球的货运的准点率啊 跟未来整个货运的需求的大幅度的减少 所以这时候当然我觉得对运价来讲 是有这样的一个想象题材 但我觉得直接来看的话 长荣这一波上涨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我觉得比较认为是植运的题材啦 所以既然是植运题材而大涨的股票 那你就要留意到了 公布植运那一天 股价可能就见到短向的高点 再往上涨的话就要看到 整个运价的价格要出现 比较明显的一个走高 所以后续我觉得就要观察一下 第一个什么都植运公布 那植运公布出来之后 股价见到短高 你可能就不要再做一个追价 第二部分 股价如果要继续往上走高的话 就要看到可能在第二季之后 如果国际运价开始 又在一波的一个涨势 那当然常常我觉得 151可能就是颈限越过 它就是最近的低点 可能我觉得未来就大有可为了 好的 下一题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呢 俄罗斯遭到全球金融制裁 比特币却因此而跳涨了13% 老师到底在涨什么 为什么比特币重新回到了 4万3千美元 而且今天汉讯跟利台一度涨停板 我真的这个新闻我看不懂 老师 对因为主要在于说 因为这个SWIFT 就是制裁俄罗斯的时候 针对俄罗斯的央行 俄罗斯的银行 全部把他们的资产都冻结了 所以目前来看 你俄罗斯资金要汇出到国外 就是这些有钱人 想要把资金汇到国外去的话 已经没有比较正常的管道 而且连俄罗斯央行都限制 国外的资金 不能够卖俄罗斯的股票 不能够把资金汇出 所以很多人都在急着跳来说 那我钱在俄罗斯 到底该怎么出来 这时候大家发现到 虚拟货币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管道 所以他们只要在这个网路上 可以在虚拟货币里面交易 我就把俄罗斯的法币 或美元等等的资金 换成虚拟货币 再到国外交易所把它领出来 就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绕过所谓国际的制裁 所以就导致了说 最近虚拟货币出现 暴富性的一个上涨 有一部分我觉得是 俄罗斯本身的买牌 有一部分也是国际上 就是说你们想要把钱汇出来 我先把价格挤上来 拉上来让你来把我买 买上去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所谓的 两方心机都很重 对就是一边是要逃跑的 一边就是说 我要把你的逃跑价格拉的很高 所以这就导致说 整个虚拟货币 比特币也好 以太币都出现暴富性的V型反弹 那连带到 但台湾相关的板卡族群 我觉得就有这样的题材 但是你还是要留意到 虚拟货币市场 我觉得它目前来看的话 比方像乌克兰 像欧盟 像美国都联手说 我们要去防堵 俄罗斯透过虚拟货币去把资金 怎么防啊 他不就最大的一个 你知道虚拟货币最大的一个部分 他就是没有受到国界的限制吗 对 但是因为有一些交易所 他们在各国政府有注册啦 所以他可能交易所 他们会限制说 我可能不准俄罗斯的资金 来交易比特币 来交易这些虚拟货币 所以我觉得 他也是一个比较不确定 比较高的一些所谓的商品 所以你看到汉逊的价格 今天也是往上冲高之后 涨停没有锁住 也跟这个比特币波动性比较高有关 那我觉得后续战就持续关注一下 假设没有更新的监管 针对虚拟货币的话 也许虚拟货币还会在涨 那这时候汉逊 利台啊 技嘉 微星等等板卡族群 我觉得都还可以留意啦 好的 那另外呢 利台今天也是涨停板 一度涨停板 一样锁不住 然后也是接近于 就是留下了一个长上云线 对 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啊 这个议题要来看到的是 老师钢铁大涨钢铁股这时候可以进吗 怎么挑呢 大成钢跟海光怎么看 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 铝的时候也有提到大成钢 对 大成钢当然就是铝跟不锈钢的题材 那最近这两个报价都还蛮强 涅价创立举新高 铝价也创立举新高 所以对大成钢来讲的话 两大业务 我觉得其实目前今年的涨价 其实非常明确 但钢铁股的特性 就是他们股性相对是比较不好一点啊 就容易出现这种带量大涨 涨一天两天之后 行情就会比较明显的整理拉回 所以今天大成钢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外资跟这个投信是土壤 曾经对作的情况 但我们刚刚其实跟大家提到的 以今天下午到今天晚上啊 目前基本金属报价里面 铝价继续大涨 涅价继续大涨 所以支撑它股价继续走高的理由 并没有消失 所以可能最近你就不要过度去追高 拉回的时候 我觉得站在买方 应该都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策略 那海光当然是近期 在这种所谓的二线钢铁里面 算是走势比较活泼一档股票 那今天你可以看到 它已经占到所谓的半年线之上 那只是说 以今天也是一样高档 留了一个上影线 我觉得都跟刚提到钢铁股 整体的属性 股性是比较 没有那么好操作有关啊 但是整体上 我觉得整个钢铁族群 最近的人气啊 法人筹码 都有持续在布局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去追高 等它股价拉回 不管是你要回到所谓的五日线啊 回到十日线去做一个承接 我觉得应该都没有太大问题 好的以上呢 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啊 我们也非常的谢谢林汉伟老师 如果你喜欢汉伟老师的话呢 在我们萤幕上面 有老师Liat跟Terragram 非常欢迎您呢 可以加入之后 跟老师有更多的互动 任何这些战争受惠股 或任何标股的 魅目跟讯息 你都可以跟老师 来做一对一的交流跟讨论 请记得加入之后 主动送个贴图给汉伟老师哦 还有呢 如果你想股市的炒店的话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半 我们都在YouTube的首播 非常欢迎大家的加入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谢谢汉伟老师 谢谢 谢谢台国明天继续长 拜拜 双世界合并 拜拜 拜拜